大家好,我是柯杰,我现在在纽约,今年2月,美国爆发已经钱 世界网红傻言哥在纽约新开一家汉堡店 他们最贵的汉堡是黄金和牛汉堡,一个要100美元 那傻言哥是谁? 他是Tourgy一个牛排店的老板 2017年,他在网上发给牛排傻言的视频 因为傻言的动作很做,但是觉得很charming 所以就火了很多明星 专门去他Tourgy的店里吃牛排 就为了看他亲自傻言 2018年,他的牛排店也开到了纽约 当时我也去拍视频 我觉得味道了一半半,价格太贵 Wikipedia说 但是今年2月,他又在纽约开了一家汉堡店 有媒体说 Salt Bay Burger is the worst restaurant in NYC right now And you're in,Salt Bay Burger is an insult to our city 这个英语是特别特别特别重 他们的意思不是只是垃圾三品 他们的意思是你真的在吃垃圾 你真的在吃垃圾 我一定不相信这些媒体讲话 所以为了看一下好不好吃 我亲自出 我今天要点那个一百美元的黄金和牛汉堡 我们到了一个人都没有 现在不可以在店里吃饭 所以你需要在这个周子前面点菜 他们有一个Salt Bay Burger 这个是22块5毛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黄金和牛汉堡 一个是一百美元 如果你要吃他们的酱 你是要给五毛美元 所以我可以拿一个Salt Bay Burger 然后一个Full Burger 这个是从土耳机来的消毒汁 一共是一百四十三点三七美元 差不多是一千人民币 在这里呢是黄金的汉堡 黄金的汉堡 应该有黄金的叉子和黄金的沙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才给我坏的叉子 还有这么便宜的 可以大家看看里面 这是蘑菇 这是蘑菇和芝士 对那个是蘑菇 对很多cheese cheese很便宜的东西 我现在吃一下一百美元的黄金 和牛汉堡 其实我真的好吃 我觉得他们的牛肉 真的跟便宜的汉堡有区别 真的有更大的牛肉味道 更juicy 其实其实好吃 为什么有这么多水钱 因为它很嫩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牛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是好的牛肉汉堡味道 黄金没有让它好吃 就让它比较好看 这是他们的倒排汉堡 叫Salt Bay Burger 他们说这是和牛的牛肉 这个是洋葱 然后它也用blue cheese sauce 这个一共是22块5毛美元 可以 那个可能没有 我没有特别习惯吃那个blue cheese的味道 但是有人可能觉得这个好吃 那个blue cheese味道太重 我不知道我在吃牛肉 他说Salt Bay Burger和Gold Burger都是用华鱼 但是肯定是不一样的肉 因为第一这个比较瘦 第二没有juice 没有juicy 它很硬 它的味道不一样 不肥很臭 没有黄金好吃 黄金比这个好吃 它还有一个特色的汉堡比较咸 因为这是谁的店 我现在做一个对比 我刚刚买了一个McDonald汉堡 这个是两美元 这个牛肉比Salt Bay的餐厅 杀了好多 还是Salt Bay的比这个好吃很多 这个你不就连在吃牛肉 但是这个就是两美元 这个是22美元五毛 这是辣酱 不认为可以 还有有心吗 你听到没有吗 独特别特别热 在这这个抗议的人杀了好多 独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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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来说我觉得它的汉堡好吃 但是不止 如果那个黄金汉堡是20美元到30美元 不给我黄金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吃 我觉得好吃 但是那个Salt Bay的而是没有的汉堡 我觉得它不止 接着 我没有记得他们用日本那样的河牛 他们有可能用浑水河牛 这个是一个日本河牛和一个美国的牛 的浑水 第三 我们的媒体经常骂人 为了卢亮 比如这次他们说 这是The Insult of New York City 怎么可能是 我觉得这个不是牛也是最不好吃 第三 这个不是insult of New York City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好 那我现在走吧 拜拜 我是郭杰瑞 我是郭杰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